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国师李毅构化昏伟乱土 牺牲奇异中国人征服全世界 现在李毅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个 可能是最重要的发言人 虽然说李毅的一些想法很疯狂 但是他的的确确代表了愚昧的中国人 就是说他的言论在中国人中间激起了巨大的共鸣 其实李毅和中国人民都是中宣部洗脑教育的牺牲品 或者说是中国洗脑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产品 因为中国的洗脑流水线 你看包括中宣部一年365天 每天24小时不停的滚动的报道的新闻 或者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 包括中国三千多份报纸 每天的内容 还有几千种上万种杂志 以及几百 现在大概有几百万种书籍 就是说所有的媒体承载信息的媒体 其实都是在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制造数以亿计的礼仪和像他这样的中国人民 尽管礼仪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 但是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学会 就像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一样 他们在世界各地可能上五年学八年学 但是他们什么也学不会 因为这是智商问题 就是说这是基因问题 中国学生在领悟真正高级文明方面 悟性是最差的 就像礼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礼仪之前一系列大方厥词 我们就不说了 现在礼仪在国内分传的一则视频 显示表明了他的新的理念 那就是牺牲七亿中国人 当然就是把这七亿中国人去喂原子弹 然后换来全球的中国时代 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霸权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战争 核战争 中国从此以后就能够成为 全球首屈一指的大国 礼仪的仗是这么算的 他说美国总共才三亿人 欧洲才五六亿人 而日本才一亿人 也就是说加在一起不过是十亿人 我们中国才有十四亿人 然后我们就开始往这些国家扔原子弹 我们抢圈人 我们的目标是炸死他一半 甚至炸死他更多 我们当然中国 他说也要准备牺牲一半 那就是现在我们十四亿人 牺牲七亿 他说牺牲七亿算不了什么 他说别说我们还剩下三亿中国人 七亿中国人就是剩下三亿也不得了 他说如果美国欧洲日本 只剩下一半人的话 那么他就几乎就崩溃了 因为其他国家就会 就是很轻而易举的对付他们 扫荡他们 甚至消灭他们 甚至朝鲜 他的言外之意 到时候都能扫荡日本 俄罗斯就能够扫荡欧洲 甚至墨西哥 或者南美洲的什么国家 就可以扫荡美国 至少能把大量的数以亿级的难民 送到美国去 就可以淹没美国 而且李毅在这个讲话当中 特别提到 他这个理论不是凭空来的 他说毛泽东曾经参加过 以前的共产国家的会议 在苏联莫斯科举行 谈到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说毛泽东拍二而起 站起来说原子弹怎么样 我们中国人民根本就不怕原子弹 他说原子弹能够把男人的生殖器 都炸掉吗 不能 那我们照样不可以生孩子吗 对不对 他说我们中国现在六亿人 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人 三亿人 他说我们繁制三亿人很简单 很容易 只要号召人民多生孩子就行了 几年就可以弥补至三亿人 所以无论毛泽东还是李毅呢 都把中国人民当成牛马一样的看待 活着的作用呢 就是要么做牛做马干活出苦力 要么呢 就是供繁制人口 在战争的时候呢 那就是炮灰 所以呢 这就是他们的观念 所以这离异呢 其实呢 它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最 就是观念 就是这种所谓的 离异恋 所谓的这个忠诚 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其实这个国家呢 我们都知道 它不过就是一个集合 一个原始的国家呢 其实呢 它表面上是国家 但是它实际上就是皇家 而现代的这个国家呢 表面上像中国是国家 但其实呢 就是领袖 因为领袖呢 要借助国家的名义呢 统治国家 就像中国人民这个概念呀 就像人民日报这个概念呀 它从来没有被人民服务过 它只是全力以赴的欺骗人民 农义人民 麻痹人民 给人民洗脑 让人民心甘情愿的去充当牛马 也就是说呢 过去的呢 这个统治者呢 是以天的名义 说我是天子 说你看我为什么能掌权呢 因为是这是天意 所以你得服从我 现在呢 共产党就说呢 哎呀 我这是代表人民 那么到底什么 什么是人民呢 人民实际上就成了一个空泛的概念 只不过是他们被盗用的一个虚伪的概念 就像共产党老实说 我们为人民服务 我们共产党唯一的宗旨 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而实际上生活在中国的人都知道 共产党从来没有为人民服务过 它甚至从来都没有问过 人民你有什么需要啊 我们知道美国它有各级议会 有自由的媒体 它的各种各样这样的机制呢 都能够反映人民的呼声 人民的需要 但中国都没有 中国的媒体是属于领袖控制的 中国的所有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是领袖挑选的 挑选 他挑选的标准是什么呢 最符合自己利益的 最效忠自己的 就是都是贵之最端正的农才 没有一个人 就是中国的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里面 中国政协委 那个会议里面 中共中央委员会里面 没有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的 通通都是为统治者服务 另外呢 自己在偷偷的贪污腐败 捞些钱 霸占一些女人 仅此而已 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国家 跟秦始皇时代 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而李毅呢 就想呢 把这种观念 这种秦始皇的这种观念 这种中国的这种概念 政治观念 或者生活观念呢 给他普及到全世界 推广到全世界 所以李毅 在这段讲话里面还说呢 毛主席之所以伟大 就是在于他有这种勇敢 他有这种魄力 言外之意呢 就是习近平是个闹钟 没有这种魄力 没有这种勇气 没有这种担当 其实李毅呢 就跟那个苏联的那个 现在俄罗斯的那个国师杜金一样 都是唯恐天下不乱 他们 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完全无知 他们不知道中国的原子弹 甚至不如巴基斯坦的原子弹 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呢 在目前呢 都有600枚到800枚原子弹 而且它的荡量更大一点 因为它更先进一点 中国呢 到现在为止呢 只有300枚 250枚到300枚原子弹 也就说只有巴基斯坦 这么一个国家的一半 而且呢 中国又没有运载工具 中国所谓什么长征火箭 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没有一枚火箭能够发射到美国的 发射到欧洲的 甚至发射到日本 韩国都不可能 因为韩国有撒德系统 足以拦截中国所有的运载核弹头的导弹 中国的空军 也不可能进入韩国的上空投放 韩国有F15战斗机 F16战斗机 老远就把你中国战机截住了 所以中国的核武器 只能 可能呢 一升空就爆炸 或者没升空就爆炸 唯一能够炸死的 就是中国人民 当然也可能炸死一点 朝鲜人民 或者炸死一点 这个越南人民 如果往欧洲发射的话呢 也许会炸死一点 阿富汗人民 或者蒙古人民 仅此而已 别的毫无意义 也就是说呢 像李毅这样的国师呢 他本质上跟义和团的那些大师兄是一样的 因为义和团的大师兄都是骨髓 我们刀枪不入 没有什么人能够射穿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中华神功 所以当年袁世凯去镇压 那个义和团的时候很有意思 他对这个义和团 这个 只知道他们是非常愚昧的群体 所以到了山东以后 他本来是奋 这个慈禧的旨意 去扶持义和团 但是老袁亲属义和团 都是一些什么祸事 都是一些骗子 就是礼仪这样的骗子 所以袁世凯就下令 说你们去了以后呢 皇上命令我们 慈禧命令我们呢 要挑选真的义和团 能够父亲灭羊的 你们挑选的标准就是什么呢 对于凡是可能真正的义和团 一律拉出来用枪打 因为呢 如果能打死 那就说明他是假的义和团 那都是一帮骗子 如果子弹打不死 洋枪打不死 那就说明他是真的义和团 真正能够父亲灭羊 因为只有 因为义和团的口号就是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 那你要经得起子弹打 子弹如果打不死的话 那才可以送到前线去跟洋人作战 才能够真正的父亲灭羊 好 袁世凯手下都是他教出来的那帮子学生 什么段祺瑞啊 冯国章啊 什么王世珍啊 见到义和团 背后分说 就先朝人家身上设计 结果大的山东的义和团 全部都跑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的头领都知道自己是骗子 部下虽然不知道 但是也害怕枪弹 所以呢 一个个都逃到河北 后来逃到了北京 因为河北和北京 还有其他地方呢 仍然执行了这个慈禧的 扶植义和团的政策 现在李毅呢 他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觉得中国现在需要 这采取这种义和团式的自杀了 我是呢 乐见其成的 另外呢 就是 这个 乌军呢 继续进攻 目前呢 俄罗斯军队已经放弃了 两个重要的据点 向后退 退到了叫马卡利夫卡城 两军呢 正在这个地方作战 也就是说呢 乌军现在已经全面突破了 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现在正在进入第二道防线 而且呢 有可能呢 截断这个一部分俄军的退路 尤其在 斯托罗 罗切尾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俄军的第58军的第19师在那助手 这个是呢 如果一旦被击溃以后呢 有可能呢 就说呢 让乌军 就是截断其他俄军的这个退路 不过呢 现在俄罗斯呢 已经意识到他们的防线正在溃败 正在全力以赴的增援 扎波罗热 据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 马利亚尔今天早晨说 根据乌军情报 这个俄军呢 目前呢 正在从赫尔松南部 也就是靠近克里米亚的那一带 调动了他们战斗力最强 机动能力最强的部队 主要是海军陆战队 空降部队 另外还有第49集团精 命令他们 全力以赴的 跑到这个 就是奔驰到扎波罗热 挡住乌军的这个大规模攻势 但是呢 据估计呢 很难做到这一点 因为俄军所谓的精锐部队呢 实际上现在呢 都缺乏装备 而且呢 他们很长时间以来呢 他们的武器库经常遭到乌军的摧毁 虽然说过去 几个月呢 在扎波罗热 在赫尔松南部 没有激烈的战斗 但实际上 乌军呢 一直在侦查俄军的军火库 后勤仓库 就是所有的战略物质 只要一发现就摧毁 一发现就摧毁 所以说呢 现在俄军呢 呃 他想去征援 可能半路上就没汽油了 好不容易赶到地点 可能发现呢 这个炮弹运不过来了 因为呃 可能是国防部答应给他们的炮弹 说已经被炸毁了 子弹甚至都不够用了 呃 所以说呢 呃 现在俄军呢 即便是向全力以赴的支援 扎波罗热 他呃 也面临着呃 这个难以实现的这个呃 这个障碍 而且呢 俄军这样呃 全力以赴的把这个军队呢 把一些的精锐的机动部队 总预备队都调往扎波罗热 那就导致其他地方的空虚啊 事实上呢 乌军呢 还有一些精锐的部队 还没有投入战斗 一旦投入战斗的话呢 可以这么说呢 就可能吹鼓拉朽 迅速的占领赫尔松南部 呃 或者说呢 在登巴斯呢 以前取得突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尔松南部